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上角又和大家说一下煲汤 曾经说了老火汤很有益 第二就是用什么组去煲汤 其实很多人对于煲汤都知道 所有材料放进去加水就煲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今天就和大家再说多些有关煲汤的常识 今天讲的是有哪几种汤 我们要不要出水的材料 用什么水出水呢?冬水因为热水呢? 和大家慢慢讲一下 煲汤很多时候我们 除非喝素汤 否则一定是加些肉去提起它的鲜味 用肉不外也是用猪肉、鸡肉或者鱼 猪肉这么多部分如何选择呢? 在另一个视频再跟你讲 今天就讲一下我们煲汤的时候 选什么肉 原来是要决定我们煲什么汤 原来汤有几个种类的 第一就是炖汤 第二是老火汤 第三是浓汤 第四是清汤 先和大家讲一下炖汤 多数都是用在那些名贵的药材 将所有材料处理好 用炖汤装装 封了这些沙纸 或者现在炖不到 你就用保鲜纸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放进锅里隔水炖 俗语有句 煲三炖四 意思就是煲汤三个小时 炖汤就要四个小时了 如果是普通来说 四个小时应该足够 但是如果是更加要求高些 六个小时才叫做炖汤 那这个汤炖起来 它很清淡 还有点柄的颜色 很漂亮很清 很甜 也很有营养价值 因为什么都保存在里面 第二就是我们最常煲的老火汤 多数都要煲2-3小时 有时候当然会长一点 老火汤一般都有奶白色 但是如果你的材料本身有其他色素 像红萝卜这些 那它颜色就会比较深色一点 第三就是浓汤 这个汤真的煲得很长时间 它要煲到那些肉是熔烂 甚至化开了 那些油脂就铺满了 还有那些肉完全在汤里面 是用蟑螂隔出来的 这些好像老火汤一样 颜色多数都是带奶白色 这类汤多数是用来做刺羹 推刺的时候加进去 所以一定要把这汤熬到这么长时间 等它出尾了 第四最简单的就是清汤 用小火去煲它或者炖它 这个汤多数颜色很清澈的 有时候好像水那么清晰 如果我们是普通熬日常的汤水 时间15分钟都可以 我们俗语说 这样就熬好了 而多数是用一些 譬如说简单天气热 芥菜火鸭 咸蛋汤 滚几滚 有汤有菜 这个汤就是很清新 夏天最適合喝的了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 汤要鲜味 一定要加肉下去 那究竟我们的肉是要出水 才可以清澈的嘛 那有些人说要冬水 有些人要热水 究竟我们应该冬水还是热水呢 其实两样都要用 试试你用的材料是什么 我们煲汤一定的肉要出水 否则你的汤就混熟 有很多骄髒的东西 那我们出水的时候 要试试你这个肉 比如说猪肉 如果你是猪骨的 我们就要用冬水一起入锅去穿水 因为骨头里面的骨髓 要跟冬水一起下锅 才慢慢在升温的时间 将骨头里面的血水和骄髒的东西逼出来 如果你滚水擠猪骨下去 它表面就会将那些骄髒的东西 锁在猪骨里面 没办法去除 那你的汤煲好就会很混熟 如果你是用肉去煲汤 出水的时候 一定要水滚 才挤肉去出水 因为它要热力去凝固 猪肉表面的蛋白质 让它的味道不会流失 如果大家能够掌握到这个煲汤的秘诀 那你煲出来的汤一定会色香味俱全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